说起减肥这个话题,我相信许多爱美的女性朋友,是非常感兴趣的,包括每次在上班的时候,也有许多病号会过来问,自己变得更漂亮,身材更好,体重更轻,等等一些问题,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,体重不变,但是胳膊,腿,肚子全都瘦了,让肥肉其他该吃的地方吧。 玩笑归玩笑哈,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,便是跟肥胖有关,在现如今肥胖对于许多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,随着食品工业的发展,人们渗入食物选择的多样性,营养过剩的问题,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都已经非常常见了。 尽管肥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,但对于纯粹性的肥胖而言,也是因素,尤其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,是导致肥胖的主要原因。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大部分肥胖患者,都是因为饮食的不得到而导致的最终结果。 所以,如何保证健康的饮食习惯,是我们整篇文章所要探讨的核心。 常见的不良习惯大概有以下几种。 一,进食速度太快,这是最常见的不良饮食方式,也是在这种错误的饮食方式中来进行午饭的。 因为我们上班时间一般是倒班,包括中午也要值班,所以留给我们吃饭的时间都不会太长。 呼伦吞早,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,但是绝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 在这个过程中,食物未得到充分的咀嚼,就已经到达胃部。 所以,给我们人体中枢神经的反馈,就是说还是很饿,没有饱腹感,从而下意识的就会多吃,造成恶性循环。 而不吃早餐,这可能是女性朋友最常肉到的饥饿解肥法。 但如果用此法来解肥,往往事与愿违,这是因为人体在不吃早餐的情况下,会加重午餐的空腹感及吸收效率,丰盛的午餐等上桌。 它很快就会转化成脂肪,久而久之造成肥胖。 三,晚餐不当。 这个问题在之前的文章中也有过多次的介绍,因为晚餐占到的热量及营养比率在权限的范围内是有限的,人们去面对晚餐,时却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。 换言之,享受。 再加上晚餐时候人们大部分是不会再出去活动的,或者说准备休息了。 那么大量的食物就会产生肥胖。 四,偏食。 一个人想健康的成长,必须要做到合理的膳食搭配,荤素搭配。 同样,一个人若想减肥,也得做到营养均衡。 打个最常见的例子,如果人体从食物之中不能获得充分的B组维生素,就很有可能导致肥胖。 因为B组维生素能促进脂肪转化为能量,像是VB1、VB2、VB6等等,都参与脂肪的代谢过程。 一旦缺乏这些维生素,脂肪类的正常代谢反应,就不会充分进行,导致脂肪累积造成肥胖。 五,不正常吃饭。 零食摄入过多,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能看到那些平常吃饭并不多,但是怎么减肥也减不下来的人,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因为偷着吃,也就是说零食吃得过多,而零食中的热量远大于正餐之中的食物热量。 所以他们的减肥总是失败告终,所以如果我们想减肥的话,一定要尽量避免食用零食类的食物,以上所介绍到的大部分是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。 如果想真的做到减肥,我们应该学会细脚麻烟,不食不食,大量饮水,少吃糖盐等等。 那如果有的的朋友问,节食减肥到底有没有效果?我们只能这么给您回答,适度节食,有助于减肥,但也并不是无限制的,我们应该合理,合情的好好享受每一顿美食。 如果非要节食的话,每周三到四次,每日仅选择一餐不吃即可,当然也要在自己身体允许的范围内,希望这些能够帮助到您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文章,牧歌夜谭,我会定期分享一些药品应用,及其营养养生知识。 谢谢大家,点击左下角,在了解里面,您小小的驻足,会让您拥有很多免费资源。 真心会对您有所帮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